我跟黃色衣跟藍色衣 這次的勝算也比之前好很多 沒有 我沒有在乎他們兩個隊啊 我覺得他前景也是需要擔心一下 對 真的需要擔心 選拆的標準喔 就是 一定要帥 一定要美 醃脂組 醃脂組 我們醃脂組了 醃脂組 你被以前放就是醃脂 也不是這麼說 說真的喔 當然還是綜合成績能力 我覺得因為運動會還是 以團體的項目居多 那其實 整個隊上的 綜合指數跟配合默契指數 跟整合的 就是能鬥在一起的 能拚在一起的 其實會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覺得你跟其他 跟黃色衣跟藍色衣 這次的勝算也比之前好很多 沒有 我沒有在乎他們兩隊啊 我沒有在乎 對 因為我說真的雖然是 就是競賽 也是跟他們兩隊競賽 但我覺得一直都覺得 每一隊都有每一隊的風格 那每一個團體都有一個目標 那每一個人的目標是什麼 每一個團體的目標是什麼 我覺得我們有努力的往上做到 進步 然後超越自己 我覺得做到這一些 你就等於可以超越他們兩個 兩個領隊啦 就是兩個黃隊跟藍隊 就不需要說我一定要打敗誰誰 但是你一直努力的盡視自己 我覺得就會 就有這個機會去競爭 那你比賽季 不要打敗 這一季沒有不一樣 不一樣 這一季就是 全新的開始 因為整個賽季跟隊友是都不一樣的 那你對那個 誰會覺得放話說 要你先打敗 你先換什麼 我覺得他 前景也真的也是 也是需要擔心一下 好 對 真的也是需要擔心 對 那我這樣做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哈囉大家好 我是依依潔 一直覺得 樹女座跟水瓶座 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聽了嗎 快了 哈哈 哈哈 哈哈哈